这黄瓜也是没摘 都长老了 啊对就这俩给的摘了吧 都老了 入秋的北京天气渐寒 小院里的黄瓜也到了最后一串 这只的黄瓜清爽最适合 它搭配一些海米 爽脆鲜香 海米先清洗干净 新鲜的海米不用泡发 自身就是软的 先将洗净的黄瓜去皮毕竟长老了 然后去掉瓜嚷只留瓜肉部分 切片略微厚一点 这样能保留一些爽脆的口感 锅里适量油先将海米爆香 然后倒入黄瓜片淋点料酒 翻炒均匀 在家做饭材料越简单 才是最实用的做法 没有了繁琐 反而更能突出食材的本味 翻炒均匀后加点热水 炖煮一分钟 让海米的鲜味能完全展现 并且让黄瓜也能吸收这份海鲜的味道 最后大火收下汁就做好了 很普通的家庭小炒 简单的才是美味 有爱的就是大餐 这样的味道才够舒适